第四个节课主要讲我们商店X的第一步分析 分析的话大概分为15课 我们15课主要讲的是从我们的入口到我们还原的一个过程 这几个课都会手工带大家进行分析 然后我们这一刻就拿我们VMP3.5的私立周围演示 大家如果说没有VMP3.5的话去我们的课件里面下载 去我们的群文件看一下课件里面下载 应该是我们每发布一节课的话 课程的自带课件里面就有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VMP3.5先打开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它那个加密的一个结构 首先的话我随便打开一个程序 那个程序呢 它里面有个添加进程 添加进程里面有个选项 我们先了解一下它这个选项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编译类型为虚拟 虚拟的话就是说 我加密这个行代码 中间 中间呢我只虚拟化 但是的话无编辟的这个加格文件呢 就算你添加的虚拟 它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混淆代码 进行垃圾进行产生和堆积啊 好像有个变异啊 变异的话 公平实义就说 不是虚拟化 但是编译呢 也会起到一种混淆的保护的作用 但是那种混淆保护作用 是远远比我们这个虚拟化是比较低的 还有我们这种编译加虚拟 这种方式呢就是说 就说在我们这个虚拟化之后 再放上一个变异层 那么这样子的话会极大影响我们这个程序的分析啊 我先给大家找个实例程序进行演示吧 我们把这个拷贝过来 然后这里呢把它放到我们这个课件面去啊 这个我们再把它拉进来 这个是一个亿元程序 打开就就是一个信仪框啊 我们分析一下他这个信仪框 加密之后的一个流程呢 首先这里呢 我们还有个选项没有讲完 这个选项就是我们这个标志异 这个标志异的话 它里面我只加了虚拟化 但是的话这里的话 为了省时间 我们就先不要点我们这个编译加虚拟啊 我们点那个虚拟 然后的话你把这个虚拟研究通 研究通的话 你再研究这个编译虚拟差不多的 编译虚拟就是说 一下价母push push什么id 其实这下变多了 其他没什么太大变化 还有下面那个锁定到虚拟号什么意思 这个锁定到虚拟号呢 指的是 指的是用一种机翼授权的方式 把这段代码绑到你某个机器上啊 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段代码只能在特定的机翼上运行 那么的话这个授权的形式呢 是可以算出来的 就跟我们那个se常用授权差不多的 只不过呢vmp呢 呃他把它做成了代码形式 是吧 就是这个vmp这个局部虚拟化做的很到位啊 很到位 像我们之前的一家软件呢 他们是怎么进行虚拟化呢 他们是整体虚拟化 但是不要找企业技术啊 他们实施整体虚拟化 整体虚拟化之后 他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局限性啊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兼容性 是吧 你就过不去 所以说这种整体虚拟化的话 啊 它是那个灵活度那是比较低的啊 像我们vmp这种啊 局部虚拟化太强了 那么我们这个用物就很喜欢啊 就说vmp为什么现在比较流行 第一个他简单 是吧 第二个他提供了一下 asdk水平呢 也很简单啊 那其他口也有啊 这个vmp的话 他是比较早的进行一个啊 局部虚拟化的一个开始论 开始保护壳啊 就是我这么就是个意思 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第一节课的话 我们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的话 我们用我们这个od进行分析 我们用这个od进行分析啊 我们把它拉过来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一个升级框啊 你就这样把它跨展一下 跨展之后 然后发现 我按Ctrl键加A键 进行分析代码 分析代码之后 我们看到这里面呢 有一个vmp标志 vmp begin啊 下面是vmpend 那么我们要保护注目的代码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利用我们这个vmp 您加可 加是哪一段呢 加是这一段啊 看一下这个vmp标志 以及它是哪里 上面 401053 那么的话就是这一段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加可啊 加可 这些的话我们不要不要用点 点虚拟就行了 你点太多的话分析也不要拿分析 刚刚出入分析的话就大家正经选虚拟啊 不能往后面会造成 一辆没必要的时间浪费啊 先把那个vmp的那个什么vmp逻辑给分析清楚了 然后 我们再分析其他的 那就很简单了 到这里一上来就是有编辑家训理嘛 再加个锁印训理号啊 那分析是很头大的 它这个加密出来啊 它是5兆多 没有这么大啊 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我们把这个内存保护 导物别保护 这边保护压缩输出锁文件 这几项的勾去掉 去掉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加密 因为的话我们这几个呢 是研究我们这个虚拟化啊 进行还原 所以我们这些选项呢 是阻碍我们这个分析的 还是一句话啊 就是说你要创造一个 合适的调试环境 你知道测试环境 你才能更深刻的研究是吧 先研究通过它这个逻辑 下面 后面再养解其他 然后呢 然后我们重新打开一个 Light debug 然后呢把这个拖进去 现在呢你是已造多了是吧 我们看一下它那个虚拟化之后 变成怎么样子了 然后呢我们进行手工还原 手工还原啊 它现在呢变成这样子了 然后呢 下面呢就一个项目 项目到这里来了 那么这里就虚拟机入口啊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记忆本 进一一步一步总结啊 一步步总结 看一下它 它这个VMP的这个虚拟化 到底是怎么样 课堂笔记啊 首先的话我们在这里下个多点可以吧 然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点到这里来 所以让它停留停留在这里 然后呢我们 然后IFF7啊 F7那个让它担目过 那么顾名思义呢 嗯 VMP呢 就说VMP每次加渴呢 上面都一个push IMU32啊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未紧密的K啊 这里呢 我先总结一下啊 未紧密的K流 不要必扣啊 收地址 然后它呢 IFF7之后 让它跳到这里来 这里来之后 然后我们发现 它上面呢 push的一个EX 看到了吗 pushEX 这里呢 可能是保存环境啊 先这么理解啊 保存EX 给的环境 保存环境 下面呢 有个什么新物为PE比较啊 这之类的应该是垃圾指令 应该就把它录不掉 把它LOP掉 然后的话我们就图中看到一堆LOP 一堆垃圾指令呢 就是说 也要把它LOP掉 为什么 就是你在分析BMP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大家那个话 混淆主的利益分析 是不是 你肯定还要想办法 设法把这些混淆主的 给去除之后 才能正常分析 是不是 才能避免干扰我们的分析 然后这个木IX 看样子 它也是垃圾指令呢 是吧 那么它的这个入口呢 就是PUSHES PUSHECS啊 建谱跳过去之后 再一个PUSHFD 什么意思 PUSHFD PUSHFD下面什么 IR什么ICS 这个一看 就是就是花级垃圾指令 是不是 你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啊 上面不是一个ECS吗 运算ECS 上面呢 是运算AL 那么下面呢就是一个木ECS ESI传到ECS上面去 很明显啊 这个ECS 个字被那个覆盖了 那么我断定啊 这两行就是垃圾代码 那是像这种啊 然后是 设它 LS PUSHFD 你要记住那个VMP 那个垃圾指令的特征 你看这种 百分之百是垃圾指令啊 这种呢是经验啊 你看像这种指令呢 垃圾指令的特征 垃圾指令 指令的特征 看到没有 比如像这种啊 什么什么什么 RLAF HF啊 车上 BT啊 这基本上都是垃圾指令的 你看毫不犹豫把这个弄付掉啊 你看这种啊 你也把弄付掉 你看你看像这种 你看你看像这种 你看像这种 这种 这个估计八八九正确实啊 然后这里也也是那个垃圾指令 全部都弄不掉 像这墙 PUSH EDS 然后下面呢 又逐渐的一个ICR EDS 然后把它弄不掉 把它弄不掉 然后呢 这些垃圾指令呢 都给我们进行弄不掉 咱们怎么测试我们清楚的 是不是垃圾指令呢 是不是 你按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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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发现 诶它好像崩了 它好像崩了啊 崩了之后 它可能我们这个垃圾指令可能是弄错了啊 就是说我们清楚错了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给复制下来 这段给复制下来 然后给它重新运行一次 然后给它重新运行一次 关关掉吧 关掉 关掉 按这个啊 按这个按键之后呢 就跳这里来之后 然后我们按F7 F9 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是不是 刚刚我们可能是 摆一下有用的指令给清除掉了 所以它 不能运行的 我们在这里下个作点 等它再来 那么这三句呢 给它也干掉 然后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顺便是OK 是不是 那么这两个是干嘛的 然后这一步呢 这个也给它干掉 那么这两个是干嘛的 也给它干掉 mo ECS ESI 这可能是有用的啊 然后你你按F9啊 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说明没问题啊 然后再转到这里来 是吧 那么就可以循环网 循环网复这样子 嗯 那这里呢 也给它干掉 嗯 这里呢给它干掉 干掉 mo ECS等于0 嗯 在这里呢不要给它干掉 因为的话 这这这不这个代码呢 就是说 为什么多年它不拿几点 因为下面是push ECS 它没有改掉它一直 所以这这两个代码呢 可能是真实的代码 你给它干掉 你看看这个正不正确啊 你看一下啊 它那个提示是ok的 你看到没有 那么的话 它就正确了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上面这个ECS 下面那个ECS 然后你没发现 上面这个mo ECS ECS被污染了 然后到时候你看一下 下面 有操作ECS的吗 是吧 然后呢你把它给干掉 顾名思义这个就是那个垃圾 这里的是不是 干掉之后 然后你看一下按钮 你看它是按F9 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们继续断 断到这里来 嗯 今天给跑起来了 断到这里来 然后呢 你在这里按F9 就是让它让它快速跳再来 我这里没有跳过去吗 点击 点击一下 可以了 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快捷键充出的 快捷键充出的 导致我按F9直接跑起来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ECS是什么 ECS它现在是0了 0要不要干什么用 然后呢你为 你为那个那个什么垃圾 清除垃圾指令 丢失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你保存在这里 你把它改个后续名 改成NBMP1 BMOKE 然后的话你下次呢 就不用说再重新 NOPNOP 再一次进入马姐里 你可以这么做 然后你看一下 EBEPP 这个是中养来了 这个 这个61D880是什么意思 这里呢 跟我们这个未解码的 他把我们这个未解码的 那个VLPCODE 这个手离子给 我们那个EBS EBP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一步呢 是关键代码 那么的话我们再总结一下 EBP啊 EBP是什么 就是V LBCODE 也可以成为VEIP啊 VEIP 我们暂时认为我们这个 EBP是我们的VEIP啊 然后呢F5进去 F5进去 你会发现 它直接跳到这里 那么的话上面那 就肯定是垃圾代码 不用管 然后下面是不是解密啊 对我们的EBP进去解密啊 EBP是什么 EBP是不是VEIP啊 对我们这个VVIP进去解密啊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下面关于EBP的操作 那么的话就是真实指令操作 那么的话其他的指令指令呢 百分之八九十来期 是不是 单步单步 那么这不有用吗 你看 你像这种特征呢 典型的VMP垃圾指令啊 很典型 典型的指令 典型的指令 八级简单则 把它弄不掉啊 弄不掉之后 你看到 目BL 它一个目BL 0sb3 那么下面呢 字节化变量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量 是不是他解决 这样不好多力呢 不好多力 你看一下 有没有影响到BEDS这个进行器呢 EBS看一下 嗯你看这一步没有 他把EBP的值给EBS了 那么上面呢 上面的显示是目BL-03啊 0sb3 这行单码 这行单码 100%是垃圾指令 是不是 然后当你怎么验证是垃圾指令的 你在这里 按F9跑一下 看嘛 它是可以正常跑的 说明它确实是垃圾指令的 是不是 就可以这么进行测试啊 按一下 到这里之后 增加APP啊 然后这这一步呢 也是垃圾指令 这个功能也是垃圾单码 首先呢 你怎么担心它是垃圾单码呢 或者是混血单码呢 刚才跟你说过啊 所以我看后面谁影响了它 那么这句呢 我是怎么担心它是它是垃圾单码呢 你看一下EDI EDI的值 EDI的值 你看这里看到这里没有 这里呢直接把那个EDI的值给影响了 所以说你这里呢管理EDI操作的值全是垃圾单码 给这么多点 我们这里呢 这里也是垃圾单码 这两句呢它也是垃圾单码 然后呢这个代码呢变一变 精简的精简成这样子 ADD ECS 我们看一下这个ECS它是哪里来的 加上ECS ECS现在是怎么 按F9一下它是可以正常跑的 它为什么要加上ACS呢 ECS这里 我们看一下ECS是什么 哎刚刚刚刚你们你们也看到 在这里 他呢这个DMP呢 他把ECS给置零了 然后下面呢 下面这里呢是ADD EPP ECS 这个这个很像不像那个重定位啊 所以我们先断定一下 先预判一下 那么这个ECS呢 就是重定位啊 重定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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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它去掉 然后继续啊 到这里之后 他哎他体战了 体战 体战他又干什么呢 我们首先脑子里要有一个 呃就是说一个X86的一个 CPU架构的一个模式出现啊 所以VMP呢它里面的那套机制呢 等价我们CPU CPU怎么叫什么架构呢 VMP里面就是怎么架构 是不是 一个啊 一个CPU呢它有什么 一个CPU它有GNT 是不是 简单IG啊 它有GNT之后 它是不是有战 STAC 是不是 它有战之后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这个 厄比克 厄比克 超多数 超多数 我就写IMM吧 OBCO加超多数 金融器有了 站有了 那个 OBCO也有了 超多数也有了 现在还需要什么呢 大概就分为这三种啊 所以说我们 先断定一下 哪个信用值是哪个 我们先我们断定好了 EBP 这里还缺少了一个VIP啊 是吧 很明显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VIP 所以说I 寄存器列比包括了VIP 但是的话我们在VMP 也要把它给找到 这呢我们只找到了EP EP啊 EPP是VIP 那么都还有其他的 基本机放在哪里呢 暂时不知道啊 暂时不知道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体战体战 它是要干什么 EBP EBS 把它放到EBX 那么EB 他把EBP放到EBS 是干嘛 EBP EBP是什么 EBP是那个EB EIP啊 我先断定一下 他也是 他把EBP的直接放到EBX里面 那么的话 EBX呢 他也是VIP了 是不是 那么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他又把那个EC给清零了 长知不知道他要用什么 长知我也不知道他要用什么 长知我也不知道他要用什么 然后这F8下一步 你看到这里 你 sup EBP-ECS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不是 这个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重力位啊 他把我这个EBP 这个 手地址给他放到EBX里面去了 是不是 EEBS 他要加或减少一个重力位偏差 我这里也是猜测 猜测 猜测 所以这行者可以先不要管 他默认是你去 然后你里面看一下 里面换一下 加个DL 然后再你看一下这个ECS的知识多少 如果ECS只是有值的话 那么这个百分之八九十 是我们的重力位偏差是不是 这个也不用管 SBB 那么这两行呢 百分之一百是垃圾代码 为什么 下面呢 下面有个EDS被覆盖了 那么这两行是垃圾代码 是不是 哎你没发现这行单码却很有意思啊 这行单码是什么 这行单码 我们看一下 我们注意啊 这个这个力 这个里面这个 这个偏移 你看那个偏移的吗 4F 4F1A9C 你对我来看一下 旁边呢 他所处的那个指定地址呢 他也是在4F1A9C这里 他就是说把我们这个 自身的地址放到我们EDDI里面去 是不是 把 自身地址存放到EDDI 然后这这句什么意思呢 这句呢我们我先不告诉他 什么意思啊 这句呢我简单就告诉大家 他是一个跳转机子 它其实是一个跳转机子啊 简单 Jump B B Base Jump Base这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的VMP2.X 它是不是有个VMP调度器啊 是在VMP3.X它没有了 没有了 为什么 它要引入的跟JumpBase这个作为一个心脏驱动 什么意思啊 VMP2.X靠谁进行驱动啊 靠VM靠那个VM VMP第4Page VMP3.X 这个价格变了 用VM 换到 的方式 VM换到的方式 这也被称为心上的举动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 我们这个编辑上点 它只要你那个指令性执行了 你要跳到下一个指令性执行 那么的话它呢 它那条指令呢 不在第四派群 它在那个handle里面 是不是 就是说你必须先执行上一个handle 才能得到下一个handle 就是说 必须执行上一个handle 才能确定下一个handle 这是我们第二点啊 第一点我们注意一下 二点三的是vmdispatch 那vmd三点三的是 我们这个handle 以handle作为新浪驱动 去确定下一个handle啊 它这个模式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 我后面跟你说啊 后面跟你们说 那么我们确定一下 e di jump base 先留个印象啊 先作为敷电 敷一下 先理解先记住e di 它目前就是jump base 是不是 e bp 现在又现在又操作e bp了 e bp是什么意思 e bp 是不是我们这个veip啊 它是从veip 或许是个字节 放到eax里面去 那么eas呢 充当什么 充当中间计算器 中间计算器 这里呢都是我们那个vmp的一个 专业术语啊 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职业生化 我们e bp呢是vip啊 ebs它暂时也是vip 那么的话eas呢 它是中间计算器啊 然后我们继续走 这里呢 它它可能会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e bp它是vip 它把四个字 它从e bp 它从这个veip啊 以后我不会说e bp的 是不是 我会直接说veip 它从vip读取四个字节 到我们这个eax里面去啊 eax呢 你看没有 这个是vip 加等于四 加等于四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然后接下来肯定就解密 解密我们这个eax 是那么这两行 他他他他他一跳跳我们这来了 我们看到在这里两个代码 这两个代码 你看就拉几天啊 是不是 因为他跳过 跳过这两行代码跳这来了 莫恩亏 还不许把它弄不掉 哎没有 你们你发现 你们发现没有 他他这一步是超啊 他他把刚刚取出的那个四个字节的一个 啊立即数啊 把它给与我们的ebs进去超啊 就是我们目前猜一下啊 我们这个ebs可能不是veip啊 可能就是解密因子 解密因子 那么解密因子是什么 解密公民实义啊 就是说解密因子 就是说 就是说你呢 先执行 先要指定执行上面的一句代码 你才能解密下面的一句代码 他他他的意思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必须 先执行 上一句代码 才能执行 下一句代码 一句代码 就是说 这个叙述引擎 你就不能改了 是不是 这个叙述引擎不能改了 所以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你先执行完上一句代码 让ebs经营充分解密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ebs才能解密下行代码的意思啊 才能执行下行 下行代码 才能解密啊 我们再两个解密执行下行代码 必须先执行上一句代码 才能解密执行下一句代码 我们这样子是没有错的 这充当解密因子 我们rf rf7 我要跑过去啊 然后你没看到这个 这有个很奇葩的现象 你看这两个行代码是什么啊 taskededp 这一句呢 他也是典型的vmp的一个混淆指令 我们把它记住啊 你能不能把它录不掉啊 你app去看这么正能跑啊 你看吧 他看到正能跑说明他是混淆指令啊 然后再讲一下就不讲了 然后我们这里是vmp分析一 第一个啊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个啊 二三四五六七啊 我们考虑到我们这个课程那个整体的那个时间啊 你怕你们消化不过来啊 一顿一顿颜 然后的话你看一下啊 刚刚那一顿代码被我弄不掉了 然后你在这里呢是把这个ebs进又一次进加解密的一个调话 调话 你看没有 这句呢你你别签你别千万认为他是垃圾指令啊 他是有效指令 你要没有他把那个四个体给他解密了是不是 然后这两句呢 他就是垃圾指令了是不是 你把它给弄不掉 然后呢subes 这两个都是解密代码啊 你看他跟解密代码挺多的 你看这两个 这两个 compile 这两个是那个比较的没用弄不掉 你看没有 他把解密出来那个ex ex我刚刚刚说过 他是充当我们这个中间救人器 他把中间救人器解密之后 然后呢再给我们这个ebs作为一个抑或指令 抑或操作 这是不是就是印证了我们 先必须先执行上行代码 才能减评执行下行代码 那个方式啊 是不是 所以这点就证明了 然后给他弄不掉 先让我们看一下 他拿着我们这个ebs他又干嘛 ebi什么意思啊 ebi是不是我们这个加募bass啊 这个调整极数啊 然后他呢把ebi ebi等 ebi加上我们ex 以后我不会说ebi啊 我们会称为jump base 加等什么 加等有ex 那么这里呢确定什么 确定一个调整的范围 那么es es 那么es呢他还有一个称呼 叫什么 再有vmp3.x vmp3.x 也会成为跳准 跳准偏差 跳准偏差 按f7过去 然后他确定了ebi的值是多少 他是这里 你看呢 你跳完过去 你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 刚刚那个什么 他从这里跳过去 跳这里来了 你看一下 这个他是计算出ebi啊 计算出ebi 然后那个jump跳 跳到这里来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jump ebi ebi 跳到哪里去啊 跳到他的一个hud里面去了 那么这里呢就是 真正的 hunt处理程序 是不是 那f7进入一下 现在我们的 现在我们记住了啊 我们要 实时记住这几个决定器 我们后面就很容易分析了 是不是 真的hunt处理程序 刚刚那个是入口啊 现在呢我们想一下 他还跳到hud内部了 他已经确定了 就是就是mmp3.x实行流程 第一个 第一个确定hud 第一个 第二个 跳转道 汉道地址 那么第三个 执行汉道 执行汉道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vnp2.3 非常 非常不像啊 是不是这也就是我们那个vnp3.x这个架构跟那个vnp2.x 只有天差异别了是不是 天差地别是不是 很区别很大嘛是不是 这个呢是取我们这个 esr里面的那个vnp3.x esr是什么意思啊 esr我们之前是有没有总结啊 esr保存是什么啊 我们倒回去看一下 你要倒回去看一下 我也我忘了 我忘了ed esr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呢我们先不看这里 先不看他是可以增上运气的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入口 我们重新来过一遍啊 重新来过一遍 你到这里之后 那么你在这里下个多点 是这里吗 ok啊是这里 你按一下这个按钮 到这里之后 你看一下esr 他在哪里被操作的 你看到没有 他是他这里的pushesr了 哎 跳到哪里去了 你有没有重来过啊 好像这个 我的靠前应该冲突吧 什么的什么东西找找 找到我冲突吧 你看到里没有 我看到没有 你看到你注意这点啊 这点 你注意这点 这点什么意思啊 他把当前的esp啊 esp有没有提债 就说你呢 你的是一堆push啊 一堆保存环境 一堆保存环境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解密ebp ebp什么 ebp是不是veip啊 解密vip之后 然后他就把这个esp 给他给他保存到我们这个 esr里面去的是不是啊 好了 那么我们确定确定一下 esr现在是什么 就是保保存环境之后的 赞 赞 赞 yes p 是不是啊 保存环境之后 没有提升之前的赞 OK啊 这一刻呢 我们就讲那么多啊 先保存一下啊 这是第三第二啊 我们下课就讲我们这个 vmp3.x这个手工 升级有还原啊